哈囉大家好我是達哈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來聊一下黑色午夜草 這款遊戲即將在11月30日的時候 在臺服上線 那他是一個韓國遊戲 在日服還有憨服 半年以前就已經上線了 那目前的日服進度大概在魔女王那邊 然後亞斯塔即將推出半週年的惡魔 形態 好那這部影片會介紹在臺服上線之後 大家最關心的 首抽到底要抽誰 理論上臺服的開服 如果跟日韓服一樣的話 在那個卡池裡面可以抽到 限定的血緣亞斯塔 血緣夜劍 還有血緣米莫沙 那長話短說 我自己首抽最推薦的就是 血緣限定亞斯塔 然後除了限定卡池以外 另外應該也還會再推出兩個常駐池 一個常駐池有夜劍的機率提升 另一個常駐池會有 獅子團的那個團長 費根雷翁的機率提升 那我們先簡單來了解一下這款遊戲 他的卡池是如何運作的吧 這款遊戲同時間他會有三到四個卡池 一個是常駐池 所有角色的機率都平均提升 而且這邊我們每天都可以拿到一個 免費的單抽 再來就是 常駐的Pick Up池 這裡面會有新推出的常駐角色 台服應該就會是夜劍跟費根雷翁 常駐的Pick Up池在卡池結束之後 也會進到剛剛我們提到的一般的常駐池 那常駐的Pick Up池跟一般池 基本上都不會特別推薦你去抽 當然你想抽也行啊 畢竟這遊戲資源送的非常佛 有時候莫名其妙打開郵件 就是一堆抽直接送 所以大概每個 賽季都可以拿到200抽以上 所以想投資在哪裡隨便你啊 但是會比較建議優先投資在 最後的這個限定池裡面 因為限定池顧名思義就是限定的 他在他的Pick Up結束之後 會短暫進到常駐池一小段時間 然後之後就會永久消失在卡車裡面 除非等到後面的復刻 好那接著我們簡單咬一下角色 所有玩家剛開局的時候 應該都可以獲得一個自選SSR的機會 但這個自選的意思就是 你慢慢刷出你要的開局啊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的賽季角色 還有夜劍跟費根雷龍以外 剩下我們開局能夠拿到的一些 SSR角色 應該就是你畫面上看到的這些 依我個人使用經驗的強度來說的話 強度最高的大概是 鑽石王國的兩隻角色 這兩隻的組合就是兩隻一起上場 PVE跟PVP都非常強非常好用 只單用一隻的話 羅斯塔他強大的減速效果 我覺得也是非常好用的 在其他常駐角色裡面 唐額 諾塞爾 還有師團長弟弟 我覺得這三隻角色 可能是強度稍微比較低的 其他就各有各的發揮啦 那這邊有一個我剛開服的時候 做過的一個PVE 還有PVP的節奏版 大家有需要可以參考 當然PVP在後面推出了更多的角色之後 他的變動幅度會比PVE要大不少 不過常駐角色我覺得大家真的不用太刻意去追求 因為這遊戲真的送非常非常多 然後你抽限定池也會歪常駐角色 所以很有可能你玩一個月之後 你的常駐角色就已經存滿了 所以這個常駐角色真的不用太刻意去追求啊 對提到角色其實在抽卡這邊 我們另外也可以抽到一個叫做 技能輸葉的東西 這個技能輸葉主要是可以強化我們的角色部分的技能 通常是強化二技能啊 同時他還會再提供一個被動效果 不過這個技能輸葉也不用刻意去抽 尤其是剛開服的很多技能輸葉 很多都是非常飢餓的效果 提升幅度並不大 當然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其實這個技能輸葉每個月 他都送你一個常駐技能輸葉的自選 我們去黑色暴牛基地找哥德恩分解一些 SR的輸葉之後 在商店這邊兌換 可以兌換到這個自選的輸葉 所以這個技能輸葉也不用太追求 然後如果前期不確定用什麼技能輸葉的話 SR的這個古書 他能夠加傷害算是一個蠻通用的輸葉 再來就是角色跟技能輸葉 如果你抽到重複的話 都可以覺醒或者突破上去 不過同樣你也不用刻意去追求他的重複 因為角色的一些覺醒 還有技能突破的素材 其實參與活動後面都可以免費拿到一些 這個差點忘了就是 日服啊剛開服的時候很多新手 因為看不懂日文啊 所以最容易犯的一個錯就是 在角色升階的時候 去使用別的素材 那大家如果看得懂中文 因為台服推出的時候是中文嘛 應該不會犯這個錯誤 就是不要吃掉其他角色的固有碎片 除非你那個角色已經突破蠻無皆惡啊 對角色的突破還有素材等等 都是靠提升好感度就可以拿到 大家如果想要就是 因為我日服 以前做過蠻多影片 就是從入門到入土退坑 我感覺你看我以前的影片大概都 可以參考個夠 好吧那最後我們再回來聊 台服剛推出的時候 會有的幾個PICK UP角色 首先是夜劍界大 他是 紅色屬性的攻擊手 常駐的這個夜劍 他在前期其實還蠻好用的 打群的能力非常強 在PVE 會有非常好的表現 也算是前期紅色隊伍的最強輸出手 除了亞斯塔 不過因為像我們影片開頭說的 開局蠻推薦你去刷雪人亞斯塔的 所以這個夜劍其實 也是有一點點可有可無啊 你想上兩個攻擊手之後 可以用到他 但除此以外就 並不是一個最必要的角色 PVP目前他也沒有特別好的發揮 再來是獅子團的團長 這隻角色在前期 不論是PVE跟PVP 都沒有到特別好用 但是他能夠提供非常大量的燃燒狀態 在後面的關卡 有一些些會強制要求 要給敵人上燃燒 才比較容易打過 那個時候 基本上我是想不到 除了 比這個費根雷翁 更好的一個上燃燒的角色啊 所以基本上在前面 他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而且綠色輸出手 在開服過不久之後會推出 拉雅 利希特 這兩隻角色的輸出 應該都會比費根雷翁要高 尤其是拉雅後面的一些PVE關卡 幾乎是非他不可 最後是這一期的 學員三限定角色 分別會推出 雅斯塔夜劍跟米莫薩 其中你一定要拿到的角色是米莫薩 但前期會讓你最舒服的角色是雅斯塔 雅斯塔擁有目前遊戲裡面 最高的單體輸出傷害 我覺得就算到現在日服也是 他還是一個超級強的輸出手 小缺點就是 相較其他的一些輸出角色 雅斯塔在PVP沒有那麼好的發揮 因為他所有技能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控制手段 就是單純打傷害的 而且他要疊屬性也比較容易啊 因為他沒有任何魔力 全給他疊攻擊力就行了 再來是學員夜劍 這隻角色可有可無啊 就是他是 藍隊你前期可能可以用的最強輸出手 然後他有很多控制手段 在打PVP 尤其是在前期會有非常好的發揮 聽起來還不錯 為什麼會說他可有可無呢 主要是在 玩沒有多久之後的 第一個常駐UP池推出的法納 他會是藍隊的一個更強的輸出手 後面你抽到他之後 夜劍PVE上場的機會就會少不少 然後在PVP他前期就是非常強勢 不過在遊戲PVP的 汰換角色的機率比較高 可能過多兩個月 他就不太會再出現了 當然這邊其實還是建議 限定的所有角色都可以拿到啊 就算你是無可 你所有免費抽都拿去抽限定值 基本上應該也是可以全拿到的 除非你運氣真的非常爛 不過如果只能夠拿一隻角色的話 推薦你拿這個綠色的學員美墨沙 他是目前遊戲影片到現在 都還是綠色最好用的奶媽 而且他還有復活的效果 不論是PVE或者後面的PVP 他都會有比較多的上場空間 但是你在開服的 投一周投兩周抽到這隻角色 你可能完全不會用他上場 因為前期完全不需要奶媽 然後PVP在你的一個 構建比較完整以前 你可能也完全不用奶媽 所以前期他完全沒有發揮空間 所以雖然我最推薦你一定要拿到 明墨沙 但是前期你首抽 還是可以先抽到亞斯塔 那沒有拿到的明墨沙怎麼辦 那就不得不再提到一個 這遊戲非常符合的地方了 這遊戲有一個叫做 卸購之門的東西 每天你都有完成每日任務的話 每個賽季 你都可以獲得一次 自選限定角色的機會 所以你看每個賽季推出 三個限定角色 其實你只需要抽到其中兩個就行了 後面一個靠自選都可以拿到 不過最近日服的公告好像是有說到 season 6之後 因為他們產能可能不太足 然後每個賽季 只有辦法推出兩隻角色 好像要把這個卸購之門給拿掉 不過那可能是賽季6以後的事啊 那制服的現狀的話是 應該已經不少人氣坑了 主要是 他的遊戲 更動的東西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基本上我全通之後 雖然他一直有一些優化 就是加強使用者體驗 像是掃當券啊之類的 但是 就因為也沒有什麼東西 我全部都打通了 有點像單機遊戲打通了之後 會有一點點沒有動力 去嘗試不一樣的陣容啊 好吧呢 不管如何這部影片 就簡單把一些首抽跟 這個遊戲 開服的一些基礎觀念 聊到這邊 那我還蠻建議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以前真的做 蠻多這個系列的影片 那我會把一個 我做的google doc 放在下面 裡面有一些未來式 大家有需要可以去參考 然後也歡迎 進到我的DC討論這款遊戲 那這部影片就先要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